歡迎來到風華絕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謝您的觀看與訂閱 近期 恰逢慎終追遠記組 知名節目主持人于美人在社交帳號上塗路 因怕塞車 亦提早掃墓 他擊敗父親的心意 有著濃濃洋蔥味 發問中 他表示 自己將父親骨灰放置在鄰谷塔 按防疫規定排隊拿鑰匙 經過一排又一排的塔位 墻腳也有準備梯子 爬上去打開櫃門 看到父親的名字 血脈相連的感覺 讓他忍不住眼眶紅 女兒不解地問他 你對老爺還有印象嗎? 他回答 沒有 小時候來掃墓 置圖拜完後的那瓶汽水 讀了宗教研究所後 突然很感恩他 如果沒有他的一滴血脈 我也不能生而為人 而且我出生的年代 雖然成長過程很辛苦 但至少沒有戰亂 饑荒 言語力充滿了對父親的滿滿感恩和懷念 拜完父親後 他打開手機按秒表 移住箱的時間約15分鐘 然後用兩個銅板置腳 最後草草結束 坦言 總覺得儀式缺少了什麼 但也只能安慰自己 心意到了最重要 此外 他和謝金河曾入手的台北內湖致命豪宅 袁大之星京縣法派凶宅 房屋遭債權人申請查封 將於今年的4月底之前執行第一拍 底價8811萬 專家認為 該房第一拍換算單價約88萬 與市場行情相當 因豪宅凶宅的接受度小 有錢人不會想買凶宅 推估到3至4拍 市價打5至6折 有機會吸引投資客進場撿便宜 說起于美人 就不得不提他大起大落的一生 在進入演藝圈之前 他是一名補教老師 還曾和英文補教天后徐薇在同一間補習班教過書 後來 憑藉精辟的文筆成為暢銷書作家 更因口條清晰被挖掘進軍演藝圈 搖身一變成為臺灣當家主持人 在事業領域發光發熱的他 私人生活卻沒有這麼順利 9年前婚變 和前夫王維倫的離婚風波鬧上了各大新聞版面 由於當時正值八點檔《風水世家》首播期間 因此被狠酸根本上演《美人世家》 雙方原生家庭指控暴力 互相叫罵 生情保護令 種種如八點檔的劇情 天天在全臺的電視中上演 兩人曾一度為了接兒子鬧上警局 直到在2013年底才簽子離婚 正式結束16年夫妻情 經歷婚變後 他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 發現造成婚姻裂痕的其中一個原因 或許就在於自己的控制欲太強 還出書分享 離婚後因情緒抑鬱 且出現失眠 心悸等相關生理症狀 於是去看精神科 醫師聽完他訴說自己的故事 點出他事事追求圓滿 奮發向上 做事很明快 非常有節奏感的人格特質 但如果有人不按照他的方法來做 就會感到很不舒服 這些特質若過頭了的話 就是強迫性性格 這番話讓他恍然大悟 想起以前有一次和前夫出門吃飯 兩人都點了牛肉麵 他指示老公一定要換成炒飯 說萬一牛肉麵不好吃 我們還有炒飯可以吃 其實不只是與前夫相處如此 許多朋友也跟他說 和他相處很困難 與前夫的分離讓他再次認識了別人眼中的自己 也讓他學會更加柔軟 並且強迫自己多旅行 在緊促的生活中找時間把步調放慢下來 他曾在節目中表示 有位大企業老闆娘好友和她分享經營婚姻的秘訣 四個字就將她打醒 對方和老公是對模範夫妻 先生永遠每天早上都會跟太太講說 老婆 你怎麼到70歲還這麼漂亮 身邊一眾友人都覺得相當不可思議 後來 他問了對方為何婚姻關係可以維持得這麼好 對方坦言 美人 你以為我是靠好命嗎 我一生謹慎小心 他這才知道對方的不容易 感嘆 一個大企業的老闆娘要食大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接著自嘲 所以我們婚姻失敗也是應該的嗎 他還透露 自己在離婚後的那幾年依舊很想談戀愛 想找到能依靠的人 也想證明自己還是有魅力的 不過時間過去 他逐漸改變了想法 花了很大的力氣 才讓自己不再有牽絆 如今享受自在 也讓他不想再踏入婚姻 離婚後 他和前夫已經沒有聯絡了 對方跟誰在一起 他都萬分祝福 認為個人把自己的人生過好才重要 曾說過 離婚後最重要的是學會愛自己 走出離婚低潮 不但減肥成功 更將生活節奏慢下來 之後 他專心過起單親媽媽兼職場女強人的生活 在出席做好事小組的活動時 宣傳公益餅乾 提到兒子一隻眼睛因罹患罕病 非典型紅彩炎自提免疫系統攻擊而近乎全忙 他哽咽表示 一定會盡力去救治 為了救兒子 他四處求醫 月花好幾萬 靠著三個月的針灸 吃藥 再輔助音樂療法減輕壓力 終於讓兒子奇蹟式地感受到光線 接受採訪時聊到兒子近況 他忍不住紅了眼眶 表示自己現在能做的就是盡力去救治 坦誠 兒子一隻眼睛還是看不到 預計等滿二十歲後 會再開一次刀 期盼兒子的病情能夠好轉 而關於紅彩炎的治療方面 台南市立醫院中醫部醫師郭又瑞則特別提醒 有不少民眾認為眼睛不好要補眼睛 但紅彩炎患者千萬不能補 因為紅彩炎跟發炎體質息息相關 不只可能是虛火銀器 也常跟乾火上炎或肺精風熱有關 發生紅彩炎的時候應該使用清熱解毒的方法 不可不養 他還說 除了紅彩炎以外 結狀體 葡萄球膜 視網膜也會發炎 但以紅彩發炎機會最高 常見眼睛紅 痛 飛紋 視力模糊的狀況 久而久之會引發白內障跟清光眼 紅彩炎在治療過程中意引起眼牙過高 造成是神經萎縮 甚至有全盲的遺憾 對於照顧兒女 于美人可說是盡心盡力 但反過來卻不對兒女有一樣的期待 他曾在節目上分享自己對于長照的想法 認為養兒防老的觀念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因為把一個孩子從小栽培 為的就是讓他以後能有更好的人生 所以如果要用自己最後的十年 綁住兒女們最精華的十年 完全是本末倒置 不可取的行為 被問到老了以後需要人照顧 他的想法又是什麼 他毫不考慮地回答 我一定自己進照護機構 感嘆地表示 許多父母都認為兒女有責任照顧父母到晚年 更多人把安養院和拋棄畫上等號 卻沒意識到兒女並不是專業照顧者 多少老人家是子女照顧不當才受傷的 因此不如讓專業機構去照護 孩子能加倍幸福 對父母就是最好的報答 他也呼籲所有父母別在情緒勒索孩子 因為沒有愛的孝順 只是一種枷鎖 應該找到讓彼此更自由的方式 現在他的一對兒女分別在瑞士和英國求學 兒子本來打算在去年的1月份就返臺 但由於疫情嚴峻 被他勸退 談到孩子未來的動向 他透露 女兒的學校實行在線教學 兒子的學校則未定 但大部分同學都決定先休學一年 兒子也已經找到了一家餐廳實習 提前體驗生活 因此 農曆年就他和女兒在台灣一起過 雖然無法和兒子團聚 但他認為健康比什麼都重要 俞美人的兒子在瑞士念飯店管理 返臺期間 他託友人找到實習機會 因為疫情的關係 實習很不好找 他也叮嚀兒子不要說媽媽是誰 因為是透過朋友介紹 所以不准對方丟臉 在實習期間的收穫也不少 曾說 看到很多故事精彩的人 覺得很勵志 兒子的實習有志心 但他不過問薪水有多少 認為小孩從實習學得的體驗更為重要 至於會不會擔心兒子的安危 他則坦言 降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 兒在外 母命必為 這新聞都已經鬧得這麼大了 你還要這樣子 那你肯定要念他一輩子 不過 雖然相信兒子只身在外 會懂得照顧好自己 但他也還是每天會傳一次訊息給對方 說 你不要圖自己痛快 害了別人 就是儘量不要群聚 對於兒子返臺團聚日期 似乎遙遙無期 他笑回 怎麼會呢 你就當他去當兵嗎 而且現在這種武技的時代 遠親不如近臨 這場疫情也是讓人類做一些思考 帶給人類的是什麼 對世代之間也有很多的反思 很多歐美年輕人因為封城無法出門 但也有長輩已經好多年不能出門了 你有沒有想過 你現在受不了的生活 其實也是別人的日常 感觸頗深 作為極智慧美 極快速反映機制於醫生的女子 她有著相當的文學素養 知性又大方 雖然在感情上沒有得偿所願 可在事業上和生活上 總歸也是有了不小的成就 這也讓人想起一句話 前方雖然坎坷 但是未來可期 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您對本期視頻有何感想或建議 歡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本頻道 別忘了點擊訂閱 下期視頻 我們再會